最近看了一個KOL 他訪問了兩個很出色的保險顧問 而他們的主題是說 究竟做保險會不會斷錄親呢? 我看到這個題目都覺得很吸引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保險斷錄親這幾個字 時不時聽到有些人會說 不過我覺得在今時今日的年代 斷錄親這幾個字我覺得很歐 不是很適合現在的時代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記得我媽媽的年代 她是有舊兄弟姐妹 你想想舊兄弟姐妹 以前我外婆一生日 每個有結婚有生子女 就是幾十個人一起吃飯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親戚 每次去都要寄 這個是阿姨 這個是兒獎 這個是扣母 要慢慢寄 但在今時今日 大部份的年輕人 大部份的年輕人 他們很多人家裡都生她一個 甚至乎多多一個小弟妹 大家又試問一下自己 每年新年的時候 是否真的會跟爸爸媽媽去每個親戚拜年呢? 每年的清明 是否都會跟親戚一起拜登? 我想在現在的年代 你說大機會多親戚聚會 除非有人結婚 母親戚都是跟自己家庭的媽媽吃飯 都很少會一大盤幾十人 所以在現在的年代 我覺得年輕人 其實不是那麼多親戚 那當他不是那麼多親戚 那又如何斷路親呢? 如果一個同事 他是二十多歲 大學畢業 而一做保險行業 有時候他會有幾個條件 第一就是 第一他親戚不多 第二他朋友都不多 他開頭做保險的時候 就跟未來的二十多人聊天 而他們不跟他買 他就覺得很低 因為已經沒有朋友了 因為他的圈子就是這麼小 但是反過來 如果有一個朋友 他已經做了十幾年工作 三十多歲 他很明白 出來社會做事 有不同的圈子 有機會公司裏面有politics 不同的幫派 在外面 跟不同的朋友交往 他明白不同人 有不同的性格 理解更多的時候 當他去做保險 那些朋友拒絕他 他會容易接受 不是因為他人緣好 只不過是他明白這個世界多些 年輕人生經歷不多 很多時候 很多事未遇過 就覺得 為何會這樣 我在做保險 這麼多年 我自己都 有一些人跟我說 其實呢 到四十歲 真的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試過有不同的客人都這樣跟我說 四十歲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為何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因為過去二十年的工作 或者生活 一些起起跌跌 而令到他覺得 好像都不是他最想的生活模式 所以去到四十歲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 哎呀 自己開始年紀大了 是不是應該要 真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呢 把握時間 不過做保險呢 因為我們會 不停接觸不同的人 令到我們 是 早了去理解人性 也早了明白自己是甚麼人 所以我相信 就不需要去到四十歲 其實可能三十多歲 那個同事已經很清晰 很清楚自己想怎樣 而自己就很努力去為自己的理想 而去奮鬥 做保險 第一 我想說 斷育親已經不是現在這個年代 再用的Terms 因為大家根本都沒有甚麼親戚 第二 就是 在現在的年代 都開始流行心心靈 都幾多這些學習的課堂 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去學的 我覺得 在物質生活之外 其實心靈裡面 是另一個靈性的需要 我相信在未來的這十年 二十年都好 年輕人不單只追求物質的生活 我想心靈上的追求 都會和以往的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都很不同 現在這個年代 你說我們純粹做一個行業 我純粹學過技術或者學過知識去做 無論任何行業都好 無論任何行業都好 我覺得都不會說是最開心的 反而如果那個行業裡面能夠令到那個人 無論在物質生活之外 仍然能夠在心靈裡面 令到他有個人的修行而提升 他的智慧 我覺得會是未來這十年、二十年的趨勢 而保險行業 正正可以給我們一個空間 去學習不同類型的東西 像昨天 晚上多謝很多粉絲、客戶支持 看八點半的《市家大戰》 看我們怎樣去玩遊戲 無論玩遊戲之前 甚至於完了節目之後 很多客戶在家裡的電視機 就拍給我看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看得很替我們高興 我們可以贏到市帝 這個正正就是那個喜悅 雖然人俠不是幫我買保單 但是我們能夠分享到 人生一些開心的經歷給他們 而令到他們都感覺到開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其中我們一個使命 遠遠超越 只是純粹保單 很多時候人們經常說 做保險可以幫人 因為我都試過有些人客 他們可能賠到醫院 賠到錢 轉保險 他們都很客氣 很感激我 但每次我都會跟一些人客說 我說 其實你不用多謝我 你多謝你自己 因為保單是你自己給錢買的 賠出你的錢 都不是我賠給你的 是保險公司賠給你 所以你要多謝是多謝保險公司 還有多謝你自己 肯給我保費 多謝當日我跟你談的時候 你二話不說就馬上買 所以你是要多謝你自己 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們做保險公司 只不過是一個工作 下人經過我知道 有這樣的產品 有這樣的保障範圍 他覺得好 那我買 我自己不是這麼覺得 我做保險真的很偉大 怎樣幫人賠錢 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我只是一個執行者 幫你儲錢 幫你投資 幫你搞賠償 可能疫情之後 很多人客的情緒 心情都不是最開心 那我經常都想 我怎樣可以把 開心喜悅 帶給我客人呢 那客人跟我買一張保單 他覺得好喜悅呢 我又真的不覺得是 如果你說我能夠 無論我自己也好 我的團隊也好 我們能夠製作到一些短片 或者我們能夠有一些驚喜 令到客人感受到 人生都是挺開心的 這個是我很想帶得到 給人客的 我們星期三 都有一個 Happy Hour的時間 是吧 逢星期三 在尖沙咀 7點至9點 我們是很歡迎我們自己 客戶來一起參與 大家聊聊天 你喜歡說保險 你不說保險 我們聊其他事情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有不同的 topic 這個也是 我很想把 一些人生不同的角度 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去帶給我們人客 有更多的認知 因為當我們人客認知多的時候 他了解這個世界 明白更多的時候 不會有時太執著 某一個 point 而不開心 希望我今天的短片 對大家有些啟發 如果你支持我們的理念 希望你給我們心心 或者向我們 向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 我們的團隊 都可以大家一起去合作的話 歡迎你DM我們 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合法 一起大家去追尋夢想